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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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我們今天的議程鬼 那我們今天第一場議程是 Stale address如何保護你的鏈上資產隱私 那我們廢話不多多把時間交給蔣司 porque 喂 好 那好 然後這今天是我的題目 就是你私更sale address 引立子 就是隱私這樣 那我是Nick 然後我目前在I'm Token Labs 然後我目前有在Hire 就是Smart Country Developer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大家再跟我聯繫這樣 那這個是今天的Slide 看你們有需要 我這個主題其實在Eat Taipei Eat Taipei之後有一場TEM的演講 都已經有講過 所以如果你有聽過的話 其實應該你就可以做自己的事 沒有關係 好 那我就進入正題 那今天主要分四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就是告訴你 就是其實隱私是有分不同面向 那再來就是隱私的 用哪些隱私的工具可以來使用 然後接下來第三章 才是今天的主題之一 就是Slide Address 然後最後是Summary 好 第一個就是隱私的不同面向 那首先為什麼我們會需要隱私 什麼時候需要隱私呢 當我們比如說我們需要 你想要保護就是你的資產的時候 你可能是為了想要避稅 或是逃稅 或是你不需要你的資產被壞人 有些人是知道 可能會想要綁架你之類的 那或是你想要買一些 買一些東西 比如說某些網站的會員資格 或是某些網站的禮品之類 你可能不需要讓別人知道 你實際上買過這些東西 那你也會需要隱私 那再來就是可能 假設我們在鏈上 未來越來越多人來使用 去廣告店的話 那你可能會希望 不會有廣告捨 依據你的這個交易的歷史紀錄 你買來的東西 所做的轉賬那些的 來給你投放廣告這樣 這時候你會需要隱私 那後面比如說像是 如果我們未來的 投票系統搬到 去廣告店上面使用的話 那我們也會需要隱私來避免 就是壞人可以透過 買票的方式來操縱 選舉結果 或是投票結果這樣 然後或是未來 如果我們把我們的 個人的健康資料也放上 去廣告店的話 那我們一樣會需要隱私 那今天的隱私的重點 可能著重在前面兩個 就是保護你的資產隱私 跟你轉賬的隱私這樣 那我們後面馬上就會轉到 那為什麼我們會 特別需要強調我們要隱私 我們想要隱私 這是因為 在以太坊上面 所有的轉賬都是公開的 這包含就是 發送者 sender 跟接收方 receiver 還有轉賬的金額 這些全部都是公開的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會需要隱私 然後 一個使用者 可以把你的 Inlace名稱 綁定到你的一個地址上面 然後 他甚至可以把這個 Inlace 把他Display在他的 他的社交網路上面 比如說他的 Twitter profile或是 Facebook這樣 所以 很容易 就可以被連結到 按你的 臉下的真實身份 連結到你臉上的地址這樣 然後 或是即便沒有 Ens 沒有做這些東西的話 臉下還是 能夠從你的臉上活動 有可能有機會去推敲到你的臉上活動 然後把它做連結 比如說 假設你今天的 你今天的公司的薪水 是用 所有貨幣來發的話 那你的同事搞不好 就能夠知道說 你的地址實際上是哪一個 可能從你的薪水來判斷出來這樣 所以這也是有可能 有洩漏隱私的部分 好 那我們要如何保護隱私呢 大家可能都有聽過 就是 有這些隱私的工具可以使用 像是Totender Cache 像是今天要介紹的 Stale Address 或是Aztec的東西 但是他們都是一樣的嘛 就是他們都是保護隱私嘛 所以因為他們保護隱私 所以他們都是一樣的工具嘛 然後只是可能不同的實作細節 用不同的語言寫這樣嘛 但實際上他們是不一樣的 他們每一個工具都保護 不同面向的隱私 好 所以什麼是不同面向的隱私呢 那我這邊快速舉兩個例子 跟剛剛有關就是 比如說你今天想要 捐款給一個政黨 或是捐款給一個活動 游行之類的 但是你不希望讓別人知道 發現你做了這個 全卡的這個動作 第二個像是 你有1萬個ETH 你可能不想讓別人知道 你有什麼多ETH 那我在這邊 我在這個Tot裡面 會主要把分成兩種 不同面向隱私 第一個就是Unclinkability 不可連結性 跟Anality 匿名性這樣 分別對應在我剛剛兩個例子 那我今天這個Tot 主要就是Focus在這兩個面向 可能還有其他面向 但是 這邊不會Cover到 好 所以 那個Bitability不可連結性的就是 以剛剛的例子就是說 你不希望 別人發現 看到你捐給了誰誰誰這樣 或是說 你今天想要一個 很乾淨的EET來使用 你可能要做 投資或是做一些 比如說你要拿這個錢去 發動一些攻擊也有可能 但總之你需要一個 乾淨 沒有辦法被追蹤的EET 就是轉賬人 大家可以看到你收到這筆錢 但是大家不知道 真正轉賬的人是誰 這就是 你會需要Unclinkability 這種Privacy 對 所以總之就是 你不希望別人知道 你現在收到這個EET 就是從哪裡來的 那 匿名性的Anality就是說 你不希望別人知道 你擁有 這樣的資產 這麼多的資產 某個資產之類的 好 所以 不可能的連結 就是要 把Sender跟Receiver之間的連結 斷開來 我們不能讓 別人看得出來說 真的是這個人 這個Sender 轉賬了給這個Receiver這樣 那 Anality 在乎的就是 我要把一個 asset的持有人 它的owner的身份 把它藏起來 別人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看到這個地址持有了 是KETH 但是沒有人能夠知道說 啊 誰真的 真的是控制這個地址的 沒有人能夠發現 大家只看得到說 有某個地址持有這麼多錢 但是 沒有人真的知道 是誰控制這個 這個地址這樣 誰持有這些錢 那這個asset 不一定真的是錢 它可以是NFT 或是收包的Token 或是 KYC Proof之類的 好 那我在這個討論面 我就會把 unlinkability 用Transfer Privacy 轉賬的隱私來代值 那 unlinkability 我就會用asset Privacy 就是資產的隱私來代值這樣 所以 總共會有兩個 今天頭裡面主要會 cover 兩種Privacy 兩個面向的Privacy 就是轉賬的隱私 跟資產的隱私 那記得就是轉賬的隱私 跟 你可能會覺得就是 分這個兩個隱私的什麼 差別意義是什麼 那我們大家會講到 那這邊會再強調就是說 資產 資產的隱私 是跟你怎麼收到這筆 這個資產是無關的 就是你從誰哪裡收到跟 你可能會把這個資產未來收到哪裡去 是 跟asset Privacy無關的 當你看asset Privacy的時候 你就是看說 我只想要 藏住我的 我想要藏住一個資產的持有人的身份 我在乎的就是在那個 那個 那個地址持有那個資產的那個時間 那個 那段時間 我不要讓別人知道那個地址的持有人是誰 那轉賬的 轉賬Privacy當然就只有發生在轉賬的時候嘛 就是 我轉賬的時候 當一筆轉賬發生的時候 我不希望別人知道說 sender是誰 receiver是誰 所以他們兩個在乎的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所以 對所以 你告訴我這些 這個這樣的 Privacy面向 我能做什麼 有什麼意義呢 那 重點就是要 你要知道說 你現在知道這樣的面向 你要知道說其實有不同面向 然後 當你需要隱私的功能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需要是其實是哪一種隱私 有可能你要總共需要 或是你只需要其中一種 那當你知道你要哪一種面向隱私的時候 你就要去找到正確的工具來使用 這個就是今天的重點這樣 那我這邊快速用一些example顧一下 就是 剛剛這兩種隱私的區別 所以 假設你的薪資是從鏈上收到 他都在鏈上支付給你 那你不希望別人看到你的 資產有多少的話 那這時候是資產的隱私 然後再來是 如果你 收到NFT 比如說是一個會員資格的認證的話 那 你可能不希望別人看到你 持有這個會員 不希望讓別人看得出來說 喔 你有某個俱樂部的會員資格這樣 那你這時候需要的是資產的隱私 然後 假設你找到某個地方的協議的漏洞 然後你想要去攻擊他的話 那這時候你會需要 你不希望別人 因為你要去攻擊的話 你會需要有一筆 有一些ETH來發動攻擊 你要 你要去支付礦工費 那你不希望別人 能夠發現這個連結 你從你的主帳號 去支柱你的小帳號 然後 有小帳號去發動攻擊 你希望斷開這個連結的話 那這時候你會需要的就是轉帳的隱私 然後 比如說 如果你想要支某個journalist 或是支某個行動遊行的話 那你不希望別人 看得到 你做這筆 那你會需要的就是 transfer private 就是轉帳的隱私 然後 假設如果你的公司 你的組織 遊行 開放捐款的話 然後你不希望別人看到說 實際上你收到了多少錢 那就是你會需要的是 asset private 就是資產的隱私 你需要保護 你的資產隱私 不被別人看到說 對 就是你實際上獲得多少錢 這樣 好 所以 take away 今天第一個take away 就是知道說 enchant privacy 其實是有不同面向的privacy 不是只有單純privacy 包含了所有 你可能想到的各種 面向 各種概念 這樣 實際上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Cover 有兩個不同privacy transfer privacy 跟asset privacy 那當你要需要 電商隱私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 你實際上 你需要是哪一種隱私這樣 那接下來 當你知道之後 你剩下就是要找到的 正確的工具來使用 好 那下一個章節就是 Cover了一些 大家可能熟知的 隱私的工具 那這邊會Cover三個 第一個是tornetal cache 第二個是steal address 第三個是asset 好 tornetal cache 可能大家可能都已經知道 都停過了 然後下午以後一場演講 再介紹tornetal cache v2版本 但是基本上 它的用途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就 主要就是做一個mixer 那mixer就像 就像是一個 魔術像一個黑洞一樣 就是 你看到左邊這些 這三個人 ABC把錢投進去之後 他們可以指定說 這錢最後會走到哪裡去 但是當你經過這mixer之後 把它混淆之後 沒有人能夠知道說 大家都 也一樣能夠看得到說 DEF 各收到EETH 但是 他們已經 沒辦法知道說 這個EETH 其實上是從誰來的 他們只能看到說 這筆轉帳發生 他們只能知道 只能看到說 實際上是 tornetal cache 轉帳給 DE轉帳給E轉帳給F 但是他沒辦法知道說 實際上這個錢的來源是誰這樣 所以tornetal cache 就能夠切斷這個 sender跟receiver之間的連結 那他達成的就是 transfer privacy 那 要記得他沒有 他沒辦法達成 asset privacy 就是 大家還是能 一樣能夠看到說 DEF 都收到了EETH 如果假設 這些人都本身上綁定 EMS 或是他們的身份 都能夠曝光的話 那大家一樣能夠看到說 DEF 有收到EETH 它持有這樣的資產 大家能夠看到 所以 如果DEF 在E asset privacy的話 那他就要再搭配另外的工具這樣 單純的使用tornetal cache 是沒辦法達成 資產的隱私的 好 那steal address呢 那steal address 這邊先講一下steal address 大概給你做 就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sender 發送人 送到一個地址 一個把錢轉到一個新地址 那 神奇的是這個 新地址只有receiver能夠控制 然後第二階段就是 他通知receiver 告訴他說 你可以什麼 這裡 我約比轉帳 轉到一個新地址 然後記得那個地址是 你可以掌控的 那 我給你一些提示 你可以自己留這些提示 找到那個新地址的私藥 然後去控制它這樣 好 這大概是steal address 運作的方式 就是兩階段 然後 我們大家會再更細的介紹 然後steal address 能夠達成是 資產的隱私 asset privacy 因為沒有 沒有人能夠知道說 誰控制這個 新的地址 大家只能看到說 sander把錢轉到一個新的地址 但是沒有人能夠知道 誰控制那個新的地址 除了就是sander 跟receiver之外 那也要記得就是steal address 實際上 他只能夠達成資產的隱私 但是他沒辦法保障 轉帳的隱私 大家還是一樣能夠看到sander 轉帳到了一個新的地址 那這時候可能很多人在看steal address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呃 就是 sander看起來轉帳到一個新地址 那沒有人知道sander轉帳是誰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說sander 其實也 他的轉帳這個過程也是達成隱私 那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那我們後面會介紹一下為什麼 那為什麼 然後再來是asset asset它基本上就是一個隱私的layer2 那在那上面所有的資訊都是 呃 就是就是private的 這包含就是sander receive amount 所以 當你所有的資訊都是 呃 隱私的話都是private的話 那其實你本身就能夠達成這樣 就是transfer privacy跟asset privacy都能達成 好 所以 重點就是 呃 知道你要什麼樣的隱私 然後找到正確的工具 那工具可能像是我們剛剛講的三個 他們各自都能達成不同面向的隱私 像 然後有些像asset是能夠同時達成兩種 好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steer address 呃 那像剛剛講的它主要 呃 我把它分成兩個階段來執行 第一個就是 就是sander轉帳到新的地址 那這個地址 呃 有receiver是能夠控制的 只有receiver能控制 那再來就是通知sander 轉帳完之後通知receiver說 呃 我剛剛做了一筆轉帳 然後你可以怎麼來控制這個新的地址這樣 那 呃 結果他達成了 結果就是只有sander跟receiver能夠知道說 這個地址 現在要收到了111 USDC這個地址 實際上是有誰控制的 其他人 他不出來 他們只看得到這個轉帳發生 但是他們不知道說 實際上這個錢 這個錢 這個錢是還是由Bob持有的 只是放在一個新的地址這樣 好 那有些人可能就會想說 呃 那既然 這個 這個特質看起來很簡單啊 為什麼 你不乾脆就是 請receiver 每次要轉帳 呃 呃 產生一個新地址給sander 就好 比如說像是Bob 他每次 他知道Alice要轉帳給他 想要轉錢給他的時候 然後而且他想要保 保障他的資產的影視的時候 他就纏一個地址 然後把他丟給Alice 然後請Alice 直接轉帳到那個新地址就好 這一樣也能夠達成一樣的效果 就是只有Alice跟Bar 知道 呃 那個地址的持有人是誰這樣 其他人看不出來 呃 實際上那個錢是由Bob來持 持有的這樣 好 所以就是 對啊 這看起來非常的自然 然後很直接 為什麼還需要sell address 這種東西呢 那 接下來就是 其實這樣做會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就是 你會需要互動 我們每一次轉帳前都會需要互動 就是Alice 每一次要轉帳 就要不需要Bob說 我要轉帳給你 然後請你採一個新地址給我 如果 就是這個 當然前提就是 Bob需要 保護資產影視的情況下 如果Bob不需要的話 Alice就直接轉帳到Bob原本的地址就好 這樣 但如果假設 如果假設Bob需要 保護他的資產影視的話 他要求 Alice要記得轉帳到一個新地址 那 如果是這麼做的話 Alice每一次都會需要先跟Bob 請求一個新的地址 然後Bob給他 他才能完成轉帳 那如果Bob在睡覺 不在線的時候呢 Alice就給Bob轉帳 就只能等他上線這樣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區塊鏈的使用體驗 是變成這樣的話 那應該基本上沒有人會想死 你現在 你在區塊鏈上面做一個轉帳 你不會希望說 要等到收款方上線 你才能夠完成轉帳 這個體驗是不太好的 就是你需要互動 你需要先一個互動 才能完成轉帳的體驗 是不太好的 再來就是第二個缺點就是 接受方 你必須要追蹤 你所有給出去的地址 這些地址未必會收到錢 就譬如說假設 你今天Bob是一個 假設你是一個組織 一個遊行 一個運動 然後你開放捐款 但是你不希望別人 看到你收了多少錢 所以你可能就會採用 採用這種方式 假設你不用Stayway就是的話 所以你的網站 你可能就會開一個網站 然後捐款 然後每次有一個捐款人 有一個現在潛在的捐款人 登錄的時候 你就會傳一個地址給他 然後請他捐款到這個地址 那所以 有越來越多捐款人 登錄請求的話 那你就要產生 越來越多地址給對方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 完成了捐款 但是有些人可能 他們搞不好網站開了 可能網路太爛了 或是有可能要去跑腿 有其他個人因素 他們可能會在半天 一天 七天 一個月後 才完成轉帳 但是你不能 如果你擔心錢 你擔心收到錢 但是你不知道的話 你就必須要一直持續 追蹤這些 你說給出去的地址 你不能就這樣把它忘掉 所以這個是 Receiver的 麻煩的地方 用這個方式的話 所以總結的就是 兩個缺點 你在轉帳前 會需要 Sender跟 Receiver的互動 那這個基本上是 對Sender的體驗 使用體驗是非常差的 再來是 Receiver 你要記住說 你給出去的地址 那這個回照層 就是 Receiver很難去 控制 或是他管理的成本 非常的麻煩這樣 那所以這也是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 Sender Address Sender Address裡面 你不需要 有事前的互動 來完成轉帳 你事前不需要任何互動 你就能完成轉帳 所以基本上 Sender就是 你事後才通知 Receiver 等你完成轉帳之後 任何時間完成轉帳 你再通知 Receiver 就好了 就這樣而已 所以他的優點 就是不需要 互動 轉帳前不需要互動 然後再來就是 Receiver也不需要 寄出任何地址 因為不是由 Receiver 來給出地址的 好 這他優點 那 這邊就是按照 剛剛講的 Sender大概兩個階段 來介紹說 實際上他這兩個階段 大概是什麼 開始做了 所以第一階段 Sender轉帳給 一個新的地址 然後這個新的地址 是只能由 Receiver來控制的 即便Sender也不能控制 即便Sender也不能控制 所以怎麼做呢 Sender會隨機產生 每次要轉帳的時候 隨機產生一個隨機亂數 我們就要R好 然後接下來 由這個R 我們可以直接從 Receiver的KeyPair 會有自己有個KeyPair 就是私藥公藥這樣 我們可以直接用這個R 搭配這個KeyPair Receiver的KeyPair 直接推導出一個新的KeyPair 那像在左邊 這邊就是Alice的角 從Sender的角度 他知道Bob的PublicKey 你一定要知道說 接觸方的那個公藥地址是什麼 你才能夠轉 所以他知道Bob的PublicKey之後 他搭配了他剛剛產生的R 他就能夠推導出一個新的公藥 那對Bob來說 他有他的私藥 然後他只要能夠知道這個R 他就能夠把這兩個搭配起來 然後產生出一個新的私藥 那這個神奇的就是這個私藥跟這個公藥 是互相對應的 而且他們控制的是同樣一個地址 他們代表的是同樣一個地址這樣 那其實背後的 背後的運作原理很簡單 其實就是以圖圓曲線為例 就是像這樣 大家可能 知道圖圓曲線為例 Sale Address的PrivateKey Pprong基本上就是P乘上R 就能算出來 那你的Sale Address的PublicKey的話 也是一樣 Pprong也是等於 原本的東西在乘上R就可以得到了 這是非常簡單的 好 所以第二階段就是 你完成轉帳之後 你接下來就是要通知receiver 關於這個R這個死這樣 所以 但是你不能公開的把R死都給對方 因為 不然這樣別人就可以去推導 從R推導說 這個實際上是 那個receiver是誰這樣 所以 要不就是Center私底下 透過一些 私底下的通訊工具去傳遞這個R這樣 要不然就是他可能 先把R加密 然後把它 PO上一個公開的報告欄 那這個報告欄可能像是一個合約一樣 那我們 大家知道說 原來這個報告欄存在的話 每個人就來這裡掃這些報告欄上面的加密資訊 然後看這個加密資訊是不是給自己的 就可以了 好 好 所以非常簡單就兩步驟 Sender轉帳 然後Sender通知receiver 然後Sender通知receiver 就這樣 那我們這邊以 Umbra這個 Steel Address的Dep為例這樣 其實目前 Umbra應該是唯一一個 就是有上線 然後 的Steel Address的Dep 然後他已經上線好幾年 然後算是有 算是BelTest過 所以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那在Sender的頁面 就是轉帳的頁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 然後就是 你這邊就是填上receiver的地址 或者是他們的 英文還是名稱也可以 就譬如這樣是要轉帳給 Vitalia Eph的話 然後 你可以選擇你要用什麼 你要轉什麼Token過去 然後 前的金額 但是當你把這個 往下拉的時候 你會發現 實際上只有這些 這些Token可用 只能轉這些Token 但是實際上 背後真的代表說 你只能轉這些Token嗎 實際上並不是 但是 他會這麼做是有另外的考量 那我這邊就是要講這個考量 就是 我用 就是使用者體驗的挑戰來講 就是 然後我把這個問題 這個挑戰 稱為spending fee的problem 然後 可能 這是我自己的稱呼 可能網路上 不一定會這麼稱呼這個 這個問題 這個issue這樣 那我們這邊就先用spending fee來代稱 來代稱 那總之呢 問題來源就是說 Receiver 當Receiver要花 他收到這筆錢的時候 他必須要先有礦工費嘛 要有ETH 達到這個新地址 他才能夠來花錢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UX的挑戰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 這個流程做好 那因為 如果你不做好的話 可能會有 隱私的 有隱私的 造成隱私的麻煩 這樣就是 如果Bob是一個新手的話 他用一個新地址說 收到錢了 然後 他想要來花這筆錢 結果他不知道 他這麼做 如果他直接從他的主帳號 轉了0.1ETH 當礦工費的話 轉到這個 這個新地址 想要用他上面的這個 USDT的話 他無意中就會被發現 就是建立這個連結 那他之前所做的 包括這個資產隱私 就做白工 就是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喔原來這個 這個地址 實際上是有Bob掌控 那他當時有吃了110USDT這樣 所以 如果我們沒有把這個 這個流程處理好的話 就有可能導致 Receiver的那些 是意外被描露 那這可能不是我們想要的 所以 如果 如果Receiver你要從你的 你自己的 可能有名的地址 不管是有名 可能就是像是有 綁定INX的話 你想要從你的主帳號 這有名的地址轉轉過去 記得你要使用同一個Cash 把那個連結切斷這樣 或是呢 就是你採用另一種做法 那這個做法就是 用 用 合約搭配一個relay的角色 來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基本上也是 UNBRO的做法 那他大概就是 像是這樣 就是 與 呃 與其是 Alice直接把錢轉到一個 Bob的新地址 他直接轉到一個 合約 然後先把錢扣在裡面 那UNBRO的合約裡面 就會就會把 就會記著一筆帳 說 Alice轉100USDT 給這個 這個新的地址 沒有人知道這新地址是誰 沒有人知道這新地址是誰 那等到Bob想要來花的時候 他只要用這個新地址的是要做簽名 只要能夠證明 他是這個新地址的持有人就好了 那你就 你就可以簽名 然後說 我要把這筆錢花到哪裡去 比如說他要轉給 Caro好了 那他就會把簽名 然後把這個簽名交給relayer relayer把它帶上鏈 那上鏈之後 UNBRO就能夠驗證說 你真的是這個 新地址的持有人 就會 允許你把這個錢轉走 那看你要轉給誰 轉給Caro 那剩下 就會劃一部分的錢是給這個relayer 讓他收取費 所以 透過這個方式 我Bob不用再煩惱說 我要先把礦工費 打到我的新地址 我直接用這個 我收到的制裁 當作礦工費就可以了 那所以你也可以 對 這基本上就是UNBRO 處理這個spending fee 問題的方式 那 這也是為什麼剛剛講到就是 UNBRO只開放那幾個token 是有名樂門的token 因為 否則你 你隨便取一個很小眾的token 來當 你的資產轉帳的話 那你就很 沒辦法使用那些資產 當作 你的手續費 因為基本上 可能 不會有relayer 會把他接收我的手續費 就是 USDT很多人都用 但是如果你今天用一個 很冷門的token的話 可能沒有relayer 要接 那你可能就沒辦法 把錢領出來 或是你自己要當那個relayer 那你自己當那個relayer 你就又又又又重複遇到 這個smending fee的problem這樣 所以這是他的挑戰 那 而且這個 這個部分的東西 並不是 stail address spec stail address spec stail address spec 沒有說 receiver該怎麼去煩惱這個 礦工會的問題這樣 完全就是實作方的 項目方的選擇 看他要怎麼去處理這樣 好 那另一個挑戰是 就是 計算stail keys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就是 BOB的 由BOB的是要搭配那個 隨機亂數值 推出一個 新的stail key 那這部分 會是一個安全挑戰 為什麼呢 因為 嗯 這邊也是以ARM為例 如果你需要 使用ARM的話 你會需要先進入一個 set up這個階段 那是要 叫你做什麼事情 基本上就是 請你先產生病 發佈一個 發佈一個 一組公司藥 一組公司藥 產生一組 key pair 然後把工藥公佈出去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那這要先注意一下 就是 這邊產生這個 new key pair 並不是 指的並不是說 我們剛剛 Stail Edge講的就是 sender產生一個 新的receive的key pair 這邊不是講這個東西 這邊只是單身講說 我為了來使用ARM的話 我先額外產生一個key pair 為什麼不能用你原本 錢包的key pair就好呢 對 為什麼不能 這是因為 錢包基本上 不支援 目前都不支援 就是 計算sale key的方式 計算sale key的方式 就是像這個 就是我 我先拿到我的私藥 原本的私藥 然後我對它 乘上一個隨機亂出 這個東西 是目前錢包基本上 都不允許的操作 錢包 針對自己的私藥 是保護 有特別嚴格的保護 它允許 這個私藥拿來做什麼操作 它都寫好 避免說 使用者可能誤用 或是被誘導去做某些事情 然後導致私藥可能被吸收 所以 這個動作是錢包目前不支援的 那不支援也就導致你沒有辦法直接 直接 呃用這個錢包的本身的預算 來使用 來計算sale key sale key sale key 那你基本上就沒辦法使用sale address 所以 呃 然後你也不想要直接把你的錢包的私藥 export出去給安保 因為這樣太危險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呃 安保會要求你 為安保這個服務 這個sale address服務 產生一個新的私藥來使用 呃 所以你基本上會需要相信 你新產生的這個sale key 你必須要相信安保會好好保管他這樣 但是至少呢 但是至少呢 你不是把你的wallet的provid key export出去給安保 你不用相信安保來管理你的 真正錢包的那個 那把使用 你是產生一個新的這樣 所以 這個是沒辦法的事情 呃 呃 所以我們能做什麼呢 我們其實只能等待就是wallet 呃 當錢包項目 呃 意識到說sale address 呃 這個東西很重要 對使用者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來開啟就是 呃 開啟我的 呃 用私藥算出sale key 這個運算 我開放這個動作 把它整進到我的晶片裡面之類的這樣 所以這個是 就是目前比較 比較難解決的問題這樣 那 那 sale address還有一個缺點 但是這邊我們就 越來越細碎 這邊就直接跳過好 所以呢 就是 第二個 important take away 就是 sale address達成的是 asset privacy 而不是transfer privacy 這樣這個是 啊 今天的重點 我介紹sale address 但是你們不要 呃 呃 對你們要知道說 sale address只能達成 asset privacy 不能達成transfer privacy 避免到時候暴露了 隱私這樣 隱私這樣 嗯 OK 對 沒什麼時間 嗯 嗯 好 這點我去 呃 這是剛剛那頁有講到說 為什麼 sale address sender把錢轉到一個新的地址 為什麼 為什麼 呃 這個不算是transfer privacy 為什麼 呃 對為什麼這樣不算transfer privacy 所以我 那我們再回到這裡來解釋 那 所以你基本上 嗯 就是一樣會有暴露的問題 就是當 當 你sender如果 你想要保護你的transfer privacy 但是你沒有用同等的cash的時候 你以為轉帳到一個新的地址的時候 一樣 沒有人能夠看得出來 你轉給誰 你以為這個是隱私的話 那你就會當 當未來 receiver要來花這筆錢的時候 你就會遇到問題 因為 receiver可能不小心 像剛剛講的 他為了要使用這筆錢 所以他礦工費 從他的組織號打過去 那別人一看就能知道說 你跟他連結 那你這時候的轉帳隱私 也會被破壞掉 那或是 他把錢轉回去 給自己的組織號來使用 他一樣 這個隱私 transfer privacy 都會被confirmize 好 所以如果真的不想要別人知道 他要轉帳給receiver的話 他就一定要使用 tunner cash 來保護他的轉帳隱私 這樣 然後如果receiver在未來花錢的時候 也不想要 人知道說他 怎麼花這個錢轉給誰的話 他一樣一樣 tunner cash 好 所以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呢 重點就是在於 主要就是在於錢包 錢包上身上 第一個就是 首先他們要支援就是 多地質管理的界面 那大家常用 Mahimex可能就 一定有熟悉 有這個必須 但是 其他的部分的錢包 可能都還是為了 不讓使用者 讓一些小白使用者 造成他們的麻煩 所以他們還是維持一個 地質的管理這樣 那 但是你 如果你未來要 有資產隱私的話 你一定不可能把錢 你的資產全部都放在 同一個地質嘛 所以你最基本一定要支援 多地質管理這樣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對資產隱私要說是很重要的 對資產隱私要說是很重要的 這個必須是必須要的這樣 這個必須是必須要的這樣 那再來就是像剛才講的 就是開放你的錢包 你要能夠直接來計算 steal keys 或者這個不開放的話 大家就只能 每一次像amber這樣 每一次 每次 要來使用amber 使用steal address 我都要額外產生一個私藥 來使用 而且我必須要相信 哪一個dap 會保管這一把私藥 不是像我的錢包一樣 我有錢包商來管理我的私藥 這樣 這是 目前 阻礙steal address 或者adoption的 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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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未來的話 就是 我們還可以透過 零資證明來證明資產 那你就 比如說你要證明 你有 你有某個收報的token的話 你會直接用零資證明來證明 就好 你甚至不必告訴說 我真的持有這個地址 而這個地址持有 一個sbt 這樣 好 最後就是一個快速的summary 就是 基本上 大家在講隱私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 其實隱私有不同面向的 就是有包含 轉賬隱私 還有資產隱私 那當你知道 你的隱私 需要哪種面向隱私的時候 你就是要找到 正確的工具來使用 那 有像toneta cash steal address 跟asset這樣 那你要知道說 這幾個工具他們保護的 都是不同面向的隱私這樣 那要記得 steal address 保護的是資產隱私 而不是轉賬隱私 而不是轉賬隱私 然後這也是一些 link 就是 steal address 介紹文章 steal address eip 以及剛剛能強到unbra這樣 好 那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個contract 那個contract跟relayer可以用就是AA的pay method 對可以 對可以 你可以直接用AA來取代 原來取代 這個方式 這樣 OK 那 剛剛那個計算steal address 的那個 那個 它 它 它可以怎麼樣去計算會比較安全 你說 你說 可以再說一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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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回音 那個回音 剛剛計算那個steal address 剛剛計算那個steal address 就是 因為你剛剛說 一開始他們unbra不這樣做 是因為就是 它private key比較多 對 對 那那有其他 那那有其他做法嗎 嗯 還是就是 這樣子 我們不知道 椭圓曲線之外的方式 也有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應該圖圓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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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不知道 你可能要問就是 你可能要問就是 熟悉密碼學的 熟悉密碼學的 對對對 哲學的 像從突突開始 還有一些 這是你應該先來 redes 你不是說 一定要用 一個 你就是 好怕可以進來 就是這樣 你說安全度 就是譬如說他們說蓋水位置 然後其實很多人都需要這樣的東西 所以不怕整個少於 就會被壓倒 所以你說是別人看到 以前是我們拿下起來 我覺得可能蠻難的 你可以直接 你可以趕快去洗澡 看你在洗澡 還沒有被 也是一樣 那我覺得蠻難的 因為大家都看得到 自己的東西 所以 我覺得應該 很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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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